大家好,歡迎來到日更頻道 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 之前針對外貿企業發佈了調查報告 這個報告上有說 受訪企業中有六成表示 訂單下跌是目前面臨的最大困難 有超過半數人感受到訂單被分流了 是接近48%的人反映生產受到疫情影響 而根據《法治日報》的報道 中國的貿促會發佈了第三季度的外貿形勢條言報告 提到上邊內容的報告同時強調 受訪外貿企業認為中國今年的第三季 和全年的外貿展望 將分別是相對於今年的第二季和2021年好的 但報道指出 這行在8月份下半月進行回收問卷數量 有2043份的調查報告顯示 有六成的受訪外貿企業覺得 他的訂單是下跌的 是一個很大的困境來的 51.83%的受訪企業感受到自己的訂單被分流了 有五十六個%的受訪外貿企業認為 現在原材料成本上升 今天四十七點六八個%的受訪外貿企業 反映疫情影響到他們生產 基本上有接近五成以上的企業 都覺得現在生意差了難做了 這個調查同時亦顯示 45%的受訪外貿企業對第三季外貿發展信心 逐步恢復 30.31%的受訪外貿企業認為 今年全年的賣額可以比2021年有所成長 但以現在的企業規模去看 受訪的大中型企業 就對今年全年的外貿形勢比較樂觀 反而小微企對今年全年的外貿形勢 預期比較弱 但比第二季有所改善 而收益方面 有22%的受訪企業認為第三季的貿易額 是會比第二季上升 有大概19%的受訪企業認為第三季的利潤 是會比第二季上升 其他八成是否就等於他們認為貿易額 甚至利潤是會下跌呢 而這一項的調查結果 顯示到中國各項穩外貿的政策實施效果 就會在第三季就開始集中顯現 企業上半年反映了有一個強烈的混價能源 資金、匯率等問題得到一個明顯的緩解 中國貿易額的發言人同時亦表示 目前中國外貿企業仍然面臨外部需求收縮 在首的訂單不足還有綜合成本也是攀高了 疫情反覆經貿磨擦等等的多重困擾 其實現在大陸的人民幣匯率是跌了大約一成的 跌了一成來說正常就是出口會有優勢 等於打九折 但是如果這個時候反而訂單量不足的話 是明顯反映了在外國也是有一個經濟問題 影響到這些訂單 其實說真的現在是全球都有這個問題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難以解決的問題來的 因為環球的經濟都不太好 就算現在是開關 這個V型反彈都未必是有理想中那麽好的 好了那今集同大家睇到這裏先啦 大家有什麼想講呢 在下面留言啦 我們下集再見啦 拜拜